从什么可以变强 然后车子样子和衣服什么都可以换掉 这个11岁的熊孩子竟然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 刷爆妈妈的银行卡 金额高达25万 小赵最近打印出了一份微信交易清单 时间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 总共30多页的消费记录 竟然每页都有游戏充值的记录 加在一起有25万之多 这数字别说在游戏里换衣服换车了 在现实买个车都不成问题 这笔钱有的直接打给了游戏开发商 有的付给了华为平台 因为账单冗长杂乱 小赵一时间不知道应该找谁讨个说法 因为这些游戏公司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讨回来 最主要的是 小赵根本不知道 这笔钱到底充给了几家游戏公司 家里有一台华为的平板电脑 平时自己是不用的 都是弟弟和妈妈用的比较多 妈妈一般都是登微信 看看消息啊 弟弟就经常用来打游戏 前段时间小赵发现了端宁 弟弟好像经常往游戏里冲钱 我应该是冲了大概25万左右 消费记录我妈是看不见的 小赵家里是做生意的 妈妈在微信上就绑了一张银行卡 可按正理来说 银行卡有支出 资金流动 妈妈又怎么会不知道 而且数额还不小 次数也十分频繁 并且弟弟又是怎么知道 银行卡支付密码的呢 11岁熊孩子玩游戏 竟陆陆续续划掉家里25万 小赵说 妈妈微信上只绑了这一张卡 卡的这种进出账流动 具体消费记录 都是由公司的财务进行保管 可财务就算看到了消费记录 也不敢来询问老板娘 就好像是宰相 哪里敢干涉皇帝消费 现在打开平板可以看到 王者荣耀 决战平安金 阴阳士等数十款游戏 还有一些已经玩过 现在了的游戏 小赵就无从得知了 充值可以变强 然后车子样子和衣服 什么都可以换掉 最高门差不多是648 点击游戏我们发现 弟弟虽然年纪11岁 但已经是个尊敬的威士用户 弟弟坦言 自己从去年就开始充值了 有的时候豪迈些 直接充648 有的时候简单充充 就花个6块注注信 当记者问到 你是怎么知道支付密码的时候 弟弟却说是妈妈告诉他的 小赵觉得 应该是妈妈平时买东西的时候 无意间可能透露过支付密码 被弟弟记在心上 妈妈怎么也不会想到 孩子会通过微信 绑边的银行卡 直接给游戏进行充值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小赵希望各大平台 可以把钱退回来 充值可以变强 然后车子样子和衣服 什么都可以换掉 11岁弟弟充值游戏 花掉了家里25万 小赵觉得这件事 不光自己家有责任 游戏公司也脱不了干系 金额如此巨大 为什么游戏公司没有丝毫提醒 任凭继续充值 应该打打电话 发发短信什么的 金额姐发现 弟弟在网址荣耀 穿越火箭和决战平安京 以及第五人格 这四款游戏充值是最多的 他们分别由腾讯和网易出品 小赵觉得现在事已至此 最好能联系到 这几家游戏开发商 协商是否能将这充值费用 退回了部分 腾讯游戏方面 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当时游戏账号实名认证的 是40岁的成年人 所以账号产生消费 并没有任何疑问 但后续可以考虑进行沟通解决 而第五人格方面的游戏 经过调查发现 一共充值了592元 但这是由华为方面代售 所以需要先跟华为进行沟通 他们这个可能有点难把 华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台设备的充值 时间跨度有9个月 而且充值的钱基本都花掉了 并且设计多款游戏 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他们也找来过 反映过问题 但后续还是有继续充值 听到这样的反馈小赵表示 后续还会继续跟各大平台协商退款